三月初我去了多倫多探 我九十四歲的媽媽 她當時已經不太認得人 回來的時候 我們其實兄弟姊妹 都已經有了心理準備 回到香港 我就一直等著一個電話 一個由加拿大打來的長途電話 從此, 每次家裡的電話一響起 我心就震了一會 我記得有一晚睡到 大概凌晨五六點左右 響了電話 我看了那個顯示器長遠距離 難道就是這個電話 一拿起, 是我嫂子打給我 我嫂子, 怎麼樣 然後對方的嫂子說 打錯了, 不好意思, 沒事… 雖然沒事, 雖然是一個打錯的電話 但是那天, 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復 那種不安的情緒, 很難形容 在三月二十九號復活節的第一天假期 晚上七點鐘 我收到這個電話 哥哥在多倫多打來 媽媽很安長地走了 那我聽到這個電話, 我就哭了 不過哭完, 我很快就平復了 然後那些東西就快點搞機票 那我以為我有心理準備 誰不知一晚過後第二天起床 我整個肩膀、頸 生了一塊塊好像風爛的東西 很癢, 神經很痛 這裡有一顆東西堵住 我不以為意, 以為是不癢而已 塗藥膏, 立刻就上飛機了 上到機艙, 已經生到上面 一塊一塊, 那些水泡 很害怕, 一下機立刻去看我做醫生的姐夫 那姐夫一看就說, 你生蛇 生蛇的原因, 我想大家都知道 是我們小時候種水痘的後遺症 免疫系統失調 還有一樣很重要的 就是情緒失控 每一個像我這樣對工作有要求的人 都會把壓力變成一條燈得很癢的橡筋 你偶然間鬆手這條橡筋一彈起 就一塊幫我收拾 就像去年我失身四個月 今年人生蛇 都是身體告訴我 鄭先生, 我受不了, 你需要休息 我現在學聰明了 每天我都帶著愉悅的心情去開工 很開心地面對每一天 連我這麼緊張的人都可以這樣做 我相信你們一定可以做到 用笑去面對每一天 笑一下吧